好,最近给我讲讲,我来讲一讲,我在这个206里面做了一点,做点点事儿啊, 为什么不进行? 为什么不进行? 呃,因为是做,呃,我们是做技术的,所以我们,我们其实目前来看暂时还不关心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修设有什么作用, 我们先把这个修设有给建议出来,所以觉得很快地建议出来。 呃,虽然我们都知道PTM的挖掘潜力是很大的, 平均呢,只有这个,呃,25%的字符符符被解析,那现在呢,其余都没有被应用,那么PTM是一个种重要原因, 常规的方法是无法建议多种PTM的,那中间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传统的错误策略, 要么你不建议PTM还好说,你的理论库还比较小,如果你要考虑到它去修饰的话,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可能的这个理论库,呃,就这个理论库就会非常大, 并且呢,有的时候是一个态段上面还会有几个,几个部分的修饰,那你建个参考库的时候,你就必须把这些所有的台里头,可能的台里头,全部建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呃,这个,呃,这个容量就非常非常大,那么这个FER就很难控制了,那么你的这个建议率就非常低, 那么,我们就很希望说,用两步法来进行规避,因为原来的这个方法,问题就出在什么呢? 从支付普通一步,就把它,建议探算序列和PTM这个两步,两步的事情同时,同时做掉,但是我如果,我如果能够把它分成两步的话,也许可以,呃,就好很多, 我从支付普通,首先第一步,我,我建议探算序列是啥,我当我准确的知道这个探算序列是啥了之后, 然后再去建议它上的PTM,就相会来说容易的多了,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呃,就是第二步相会来说比较简单,那么第一步的话,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呃,那么第一步的话呢,其实目前来讲,大家会用,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方法,或者是至少是想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方法, 要是OpenSearch,就是开放时搜索,因为开放时搜索的话,它能够以终点比较大的努力是偏差,就可以允许带非特定销售的态度进入搜索,那么,但是问题是,大家会看一下,那个OpenSearch的这些软件都出来很久了,但是呢,用的人一直不多,为什么? 因为FDR控制一直是个问题,呃,常话导演说吧,这个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开放的搜索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它会漏掉很多东西,尤其是当你考虑到, 这个修设的情况下,你搜索的可能更多,那么,missing identification will lead to an incorrect FDR estimation of the identified peptides,所以说,理论上, Tunit decoy这个体系之下,FDR控制这个策略是可以用于OpenSearch,但是,问题在于说,在OpenSearch的产品之下,missing identification这个东西是没法控制的, 你没法知道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OpenSearch就无法被普遍地使用,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因为传统上面有个,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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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比较难办的一个事情,就是,有点像自相网络的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蛋白之组的FDR都是自己评自己,就是,我们打了一堆普图出来,然后,我有个汉奥库,然后,反正这个汉奥库怎么建议这是一种啊,反正有汉奥库,然后呢,我去,我把这些普图拿着这儿去搜了一堆,搜了一堆的时候,出来一些接口, 然后,我再拿这个,这个,这个,这个Dentabase,再去评估一下,也就是,实际上是自己评自己,自己评自己,永远是有问题的,对吧? 这会,这会,这会,受到你很多的,系统误查的影响,你,这个FDR,实际上,它只考虑到了,一个,呃,随机误查,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规律一个系统误查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独立的信息源,过来作询一下,这才客观,那么,有什么可以做信息源呢?就是,翻译度社区,这个RNCC,这个信息可以做一个独立,支控信息源,当然了,这个独立,支控信息源,只在稳态的时候,是可以成立的,在非稳态的时候,是不能成立的,但是,我至少,可以用这个稳态的系统来评估我的某种,收库的车位,或者FDR控制的车位,把它评估好了之后,我们把它这个调好了之后,它就可以用于任务, 任何的,呃,这个场景,包括非稳态,或者是压弯,它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对应,呃,翻译组的这种情况,就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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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呢,我们,我们是在四株细胞系里面,用极限深度的测序,做了这个RNCC,用两种测序液,对于每株细胞系进行了,它有150兆日子,这种极限深度的,这个翻译组测序,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检测到多低的,这样的量呢,理论计划表明,可以检测到 0.014个copy per cell的掌握了RNCC,100个细胞里面,有一个细胞油表达,我就可以跟你检测,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极限深度之下,我们可以认为,呃,我们的这个,这个,翻译组测序是,一个,接近完备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完备的状态,去看,它的这个,呃,这些细胞的,这个, 呃,蛋白质组了,那么,就会有,两种可能性,啊,我们把,鉴定到的态度和翻译组,做比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是,有翻译证据的鉴定,就是我鉴定到态度,然后我发现它,确实,翻译上,是有证据的,那么,这个,我们的性向运组,认为它是正向性,还有一种,是,叫做可疑鉴定,就是说,我鉴定到有这个蛋白,但是呢,我在翻译,不发现它,压根不发疑,这种工具呢,呃,直接定义,它假阳性,可能有点, 有点,有点,有点,有点武断,但是,我至少可以把它做出可疑的,就这种工具,创理,是不是有问题,可能是有问题的,好,于是,我们就把这个,我们就提出一个,概念叫SDR,它就是说,这个,SR,就是可疑鉴定,比上,总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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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就,类似于FDR的概念,那么,当然了,就是SDR,这个,这个,这个参数越高,肯定是有口号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OpenSearch会,会不会升高这个SDR,呃,这个SDR呢, 呃,结论是会的,在绝大部分的状况之下,我们用两种,呃,两种,这个,呃,这个,呃,收获尔键,呃,在它的那个,呃,那个,NarrowSearch,NarrowSearch状态,和那个OpenSearch状态,之下,去对这么一些,呃,呃,数据基金进行收获的话,就发现,确实这个,呃,这个,呃,通常来讲,都会把SDR会,会提高,那么,这个,意味着,传统的看见,那是,那是,那是有道理的,因为你的这个,这个, 呃,假价性率确实就,比较高,而且高了呢,有的地方高很多,有的地方就高一点,所以说这个也是,无法控制,好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其实试了很多的方法,然后最后就,就发现了一个,就是我们把太多FDR,卡的更严格就行了,就是,就,就这么一点点去,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Pepti的FDR,普通来讲,我们是有1%,对不对,那么,我们发现1%的时候,这个SDR, 是比较高的,这个红线呢,是,Narrow Search的这个,Narrow Search的水平,然后,我们发现,把Pepti的FDR,卡到0.1%,或者是,0.2%,这个,根据不同的算法,会有不同的算法,卡到,卡到更严格的话,那么,Open Search的,可靠的成果,就是这个SDR,就可以达到Narrow Search的水平,既然大家能够接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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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性率的话,那么,在这种团圈之下,大家应该也能够接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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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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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FDR0.01的状况之下 我们看它所有的数据器里面 两种算法的结果一致性都是会提升的 有的提升大一点 有的提升小一点 当时都有提升 这证明确实我们的这个鉴定是更加可靠 然后呢 我们传统上总是觉得OpenSearch 因为它可以把那些修饰的态度搞进来 所以它能够利用更多的普通 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是可以的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NarrowSearch反而高一点 你看这四个柱子 NarrowSearch就更高一些对吧 好 如果说我们要论到 鉴定了多少的态度案的话 这就又要好玩了 在MSFDR0.01的这个算法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全面的都是OpenSearch会更高一些 但是在P5的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它所有的情况之下 都是OpenSearch会更低一些 就是鉴定到了态度的数学会更少一些 当然了这个里面会有很多的数学模型上的这个问题 因为每个每一种算法它都有自己的数学模型 这个数学模型都不是好两天下的 所以它可能有某方面偏偏 那么我们就很好奇了 它减少了这些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把NarrowSearch和OpenSearch做一个比较 做个比较 结果发现很好玩的事情 这些都是八个数据级 用P5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少一点是吗 但是它的那个蛋白素 这个泰酪素 你看啊 我们可以看到 它会收到一堆的是什么 收到一堆的是和这个NarrowSearch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呢 我们发现只有OpenSearch能见到的普通呢 很大的比例才有修设 这说明的是什么呢 OpenSearch和Narrow NarrowSearch 就是OpenSearch 并不能完全取得NarrowSearch 它们这两者是有很强的恐怖性的 也就是我们使用OpenSearch 可以去拿到很多的这个有修设的态断 这个是我们如果说我们想研究分析后修设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处的这样一个工具 但是同时你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就是对于那些没修设的东西 你可能见见率就会差一些 好了 那么我们既然是定下来了这样的一个标准 就是OpenSearch的这个制空标准 那么接下来我们所建议到的 我们又是很可靠的 可以 那么可以见得可靠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些证据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证据 就是说呢 除了建议修设以外 我们还能够比较可靠地建议SFV 因为SFV说实话 这玩意对于功能研究 或者说对于这些临床上面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传统上面来讲 大家可能比我更清楚 建议SFV那是相当很高分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从那个几个肝癌细胞器里面 我们就发现了 有这么两个 这个 当然不止两个了 我只是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做个例子 这两个突变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突变 一个是B和 这下来 然后这个是A和E 那么在这个 下面呢 是这个数据库里面的原始版本 然后上面的这个呢 是突变过的版本 都是这样的 上面是突变过的版本 事实上呢 就是在这个 这个样品 这个样品里面 我们这两个版本的 这个态度都打到了 呃 在I 新方里面 大家都知道 这个Somatic mutation 往往都是以这个 杂核图片的这种形式出现的 但是两个 两个版本都有 然后呢 这两个 呃 这两个图片 从用Shypt and Propion 来进行预测 都是认为 这个图片是会导致蛋白质结构和功能改变的 所以这玩意儿的话 就是后面 如果你们谁想做这个功能的话 也许顺着这条路可以做下去 它可能 真的可能在大概里面是有功能的这样一个图片 然后呢 这样的呃 鉴定呢 是可以被RNCC所证实的 因为它有图片了 所以翻译的中的MR 我们应该能看到这样的图片 然后确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对RNCC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是这个1的1的这样的一个 杂核图片的状态 来说明它确实有这个 有层的图片 嗯 好了 那么除了在人里面 可以用之外 我们还做了水稿的大概之组 用两个 把两个亚种和六个组织 来狂打了一通自补 呃 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个 这个结果 在这里就 不展现了 我只是说展示这个 PTN有关的这个结果 那么当然我发现了一大部分 PTN 那OPS有个好处 它是可以读设 这个 预设什么的修饰的 所以说它是先搜出 这个态端是啥 然后再去算它 有什么样的修饰 所以的话 它就很能够去支持那种 什么一个态端上面 有N的修饰的那种东西 它也可以搜出来 虽然 靠谱是另一个说话 但是自法都可以拿得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水浪的蛋白质呢 就是1433 这个东西在人里面也有 而且也蛮著名的 好 然后呢 这是两个亚种的 六个组织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上面的各种各样的修饰 各种各样的修饰 这边有很多这种修饰 其实这是比较主要的修饰 然后还有一些 只值得好意思 我们都里面算了 我们可以看到 各个组织里面 包括甚至同一位点 它的那个修饰 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些东西 有没有功能 组织配信 有组织配信 肯定有了 那么为什么有这个组织配信 我相信这好像不是说 一个随机的事件 那么它有没有什么功能 这个 这个 谁会有功能 谁会有功能 这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东西 这以前的话 挺难做的 你看 同时坚定这么多 同时坚定这么多种修饰 不太现实 好 那么 其实open search的话呢 open search只是一个方面 那么就是说 我们是用这种方法 这种收获的这种方法 来确定这个蛋白质的序列是啥 这个态端的序列是啥 然后接下去 反正再去算 大概有什么修饰 但是呢 收获这个东西是很慢的一个东西 随着现在制补移越来越先进 我们的 我们要考虑的这个ptm可能越来越多 那么你到search的这个过程 就会非常的慢 当然现在你上超算 但是毕竟不是说 谁都有这个资格去用这个RO 也不是说谁都能自己建个机房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要解决 解决这样的问题 要想想别的办法 传统的这个search 这个方法呢 可能潜力 就是挖的一个 大家挖的差不多了 包括msprag 那个非常快的 那个算法 但是快的有个问题 快的方法就不准 或者说它会丢到很多东西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msprag 它的那个鉴定量 基本上都是不如那个p5 但是msprag 它是比那个p5 快十倍来回去 所以说 你就有个问题了 你究竟是想要鉴定全的 还是说想要鉴定完备的 还是想要鉴定快的 就是快和全在两者之间 在这个算法层面上面 基本上还是不可得见的 我们可以说 当你的算法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然后因为我们自己 曾经也做过这个收入的算法 所以我们对算法还是很了解的 然后呢至少我们后来 评估就觉得 再在设计这个上面去挖潜力有限 之后我们的能力可能也 就也差不多就到这儿了 所以我们转换了一个思路 我们用深度学习去做 那么深度学习这个东西 现在AI很火热 但实际上AI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么 我们把这个这个问题 化解为一个 化解了一个 化解为一个核心问题 是什么呢 安基酸序列的预测问题 也就是我给给你一张鼓竹 开始没收过的时候 那我要从这个里面 去预测出这个玩意儿 安基酸序列的设法 这是我们把它化为一个计算问题 好计算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去用这个学习的方法 来做 那么学习有传统机器学习 和现在深度学习的两个大方面 传统机器学习 就像SEM 或者随机生理等 这种方法 也有免去 是 但是有几个缺陷 一个是对噪音数据比较敏感 我们都知道 智谱这是个典型高噪声数据 那和那种 那和很多领域里面 都获取了很干净的程序 那是完全没得比的 第二个呢 传统机器学习 需要人工手动提取特色 而且需要这样进行 手动的降低等一切的处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又失去了一个 就是我们希望 能够用机器学习 来进行加速了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目的 第三个呢 传统机器学习 对空间机器和实际性不明感 但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普通里面 它是有很明显的 这个时空的这个特性的 比方说它一个 因为像这个MG的 它实际上就是有先后次举 对吧 然后你去测量两个两个 之间的普通的这个距离 这个是有先后次举关系的 但是传统机器学习 其实是基本上没有太 没有什么可能性 能去把这个特征机器 给弄进去了 所以说迄今为止 没有任何的 将传统机器 用于大规模指不进行的成功 各别的这个 这个重关大部分的 指不接近是可以的 那么 深度学习 在这个方面 就完美的去规律了 这个传统机器学习的问题 首先是空间位置的问题 那么我们都知道 制度同时存在两个态度上 零子之和为一个定值 就是B粒子和Y粒子 比方说 当然这个B16和Y4 它们质量之和是一个定值 所以的话 这个特性 就可以用于提取空间位置的问题 因为它就会出现 B粒子和Y粒子 会出现成对的 然后如果说你的制度 比较好 会这样的 它会有一个 两边往中间 这个激进的 这样一个特征 第二个就是实距性 就是序列中的氨基酸 存在着 关联性的限高顺序 你看这几个普通 所有的Y粒子之间 依次之间 它是有一个 它是有一个空间 顺序的这个 关联性的 所以呢 对于空间位置关系 在深度学习里面 经典的方法是CNN 就是那个 卷积深入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实距性的 这个信息 来进行提取的话 在深度学习里面 是用LSTM 这样的模型 具体数学 我就回到这里讲了 但是呢 深度学习在制补解析中 大家都很火热 我知道世界上 起码只有 有其他个组 在做这个方面 但是呢 目前来讲 只有一篇文章 出来 就是去年的时候 在PNS上面 发表了一篇 就是这个 Denovo Penipide Sequencing by Deep Learning 这个 它的成绩是什么样呢 成绩是 安基酸准确率 37%到6度 普通利用率 20%到40% 这个东西 顶多来讲 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 阴性对照 就是这玩意儿没办法用的 但是它做出了一些 非常可贵的理论探索 并且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它是采用Denovo的路线 所以它用了Denovo 手上的学线 包括它不准 包括无法 或减FDR 都是问题 那么我们 是在有参考过的情况之下 来做 所以我们 没有必要去做Denovo 那么你就可以 把FDR评估可以做进去 第二个来讲的话 我们不指望一次 通过深度学习 完全解决问题 我们是可以用深度学习 大幅度缩小 蛋白质序量的可能范围 就可以有利于 更进一步的算法 那么解决这类问题 在深度学习领域 它有一个基本的思路 就是看读说法 也就是现在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 有很多人去做这个 就是用一句话 给计算机一个图片 一个照片 然后让计算机 说一句话 去描述这个图片的内容 现在这个方面 已经可以做得相当好 那么 这类型的问题 它在数学模型上面 是什么做的呢 总的来讲是两个步骤 第一步骤是CNN 提取字符谱度 当然在看读说话里面 它是这个照片输入 然后用照片把它做CNN 提取这个心态特征 然后呢 输入LSTM 进行一个羽翼的推测 那么转换到我们 制谱和解谱的这个过程中 那么我们输入了这个图像数据 就是我们的制谱的数据 经过CNN提取了图图这个特征之后 然后输入LSTM 进行暗计算预测 这个呢实际上跟PNAS的文章 基本是不类似的 但是呢 我们测试了一下 发现结果极其背景 在训练阶段 训练阶段 训练阶段 然后我们会发现 完全对不上对吧 大家看到 完全对不上 而且还仔细地观察一下 仔细地观察一下 就是里面 经常会出现连续的这个 你看连续的S 连续的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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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这种连续的东西 这是什么回事 其实在TNAS的文章园 也有出现这种状况 没什么严重而已 然后我们就回去看一下 因为我们训练 用的是磁道化质物处理器 所以它对于氨基酸的 出现的体力来讲 是有严重的偏好性的 这种严重的偏好性 会直接影响到 我们整个LSTM 尤其是在LSTM 后面这一步的 预测的信息 具体的数学原理我就不讲了 所以说 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也就是TNAS那条路 是绝对走不通的 从数学原理上 我们可以把它复制 它的这个资源信息 我们也要做不到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想 加入半经验信息 用 我们都可能收雇嘛 对不对 我能不能把搜图的一些概念 往里加上 于是我们就折腾出来 一个新的一个模型 就是我们原来 是测误普图 直接就 就进CNN了 对吧 然后做了LSTM 现在我们中间加了 好了 测误普图 首先我们利用一下 我们的搜图的一些概念 我们是把它的一些 胺基酸的信息 提取出来 假如我们上面 不是有两个鼓风之间的 有信息 我们可以把它提一下 提取出来之后 然后输入一个叫什么 磁像量模型 这个也是生物学圈里面 一种训练模型 这个不细讲的 然后把磁像量模型搞出来之后 我们再把它用一种方式 进行图片化 把它转化为一个图片的形式 图片的形式 然后再输入CNN 因为CNN只能处理图像 图像出去 好 然后完了之后再进行图片 所以 总的从概念上 概念上面来说 原来是什么呢 我们制度图像 然后进入CNN处理了图 图像之后 进入一个语言的阶段 然后CNN的语言 就是这个字母的这个阶段 现在我们是把图像 先转成语言 过一道之后 抽样化一步之后 然后再把语言 再变成图像 然后再变成语言 所以中间多了一步 这个图像到语言的这个转换 效果是怎么样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训练 训练过程中间 我们出来 这个训练阶段 现在我们可以看见 绝大部分的这个 绝大部分的这个 安基酸 是能够非常好的 这个语言 证件的安心 能够证件语言 证件语言 往往是在这个 头前的某些地方 它有个别的安基酸 是会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的话 作为训练来讲 我们是做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结果了 那么有 有这个 训练两万步之后 安基酸的准确率 就达到二了 你八十四 而我们现在还在 还在区面 目前来讲 已经差不多 能够上到百分之九十了 但是呢 其实作为 预测问题 就是在真正里的 而实用化的程度上 开头出错 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这个我们后面 还在想办法 去解决 但是起码来到 这个地方 我们发现它的速度 已经是到了一个 极其惊人的程度 比如说在 这个训练阶段 在实际的 操作阶段上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它的速度是 每秒六年九万张 每秒六年九万张 大家想想 看现在我们的 这个 database search 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对吧 然后这仅仅是在一个 4个CPU 加上了一个 大概三年前的 GPU 所达到的一个程度 所以现在来讲 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呢 改善 除此按钮传错误的问题 并且呢 构建优化的 预测模型 我们希望能够 早日的把它投入实用 如果是真的 实用化的话 那么实时的 这种 实时的 这个 这个序 这个序列解析 将成为可能 并且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非常快的 来去把它的 学到清楚之后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 去把它的这个 PDM给取出来 好 这是我们这个 目前做的 在PDM上面做的一些功能 谢谢大家 请大家拼音 谢谢